好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第七节 内部固定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这个固定资产交易 它包括两种类型 它根据销售企业 销售的是产品还是固定资产 可以将企业集团内部固定资产交易 划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我企业集团内部企业 将自身使用的固定资产 我变卖给企业集团内其他企业 作为固定资产来使用 也就是说我的固定资产卖给你 你也做固定资产使用呗 第二种类型是 企业集团内部企业将自身生产的一个产品 生产的一个产品 销售给企业集团内的其他企业 其他企业它作为固定资产来进行处理 那如果说我这个企业集团将产品 卖给了企业集团的其他企业 他做产品来销售 是不是就是我们前边第五节讲的内容啊 内部商品交易了 就不是我们这里固定资产交易的内容啊 我们这个固定资产交易啊 它一定是我们的购买方 它作为固定资产来进行核算 才叫固定资产交易 那还有没有一种情况 是我用固定资产交易 然后你做产品 卖外卖 这种情况我刚才写了 它是极少发生的 为啥 因为我已经把它作为固定资产来使用了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旧的东西 二手的东西 那你拿来之后再做产品卖 好像不太容易卖 是吧 不太容易卖 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不考虑 我们只考虑这两种情况 都是我购货方 购买方 作为固定资产来进行核算的 好了 刚才讲到两种情况 固定资产 卖给你 你做固定资产 是吧 产品卖给你 那么产品在我们这个项目当中 就是存货呗 存货卖给你 你做固定资产来进行核算 那么它的内部抵消处理 是不一样的 我还是给大家举一些 简单的例子来理解一下 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 进行一个交易 那假设说母公司 它有一台机器设备 它是做固定资产处理的 是吧 然后呢 它把这个固定资产 卖给子公司 子公司呢 它也是做固定资产来处理 第一种情况 那么这个母公司 你想想 它把这个固定资产 卖给子公司 我们之前学过固定资产账了 是吧 它应该如何处理 在母公司的账上 它是不是会确认一个 个别债务报表 它是不是会确认一个 资产处置收益 这个资产处置收益 它是我们的报表项目 但我们做会计分录的时候 它其实是影响什么 资产处置损益这个科目的 那最终呢 我们是放到资产处置收益 这个报表项目当中去的 这个不要搞错了啊 那我们在这里学的抵消 抵消分录啊 都是要用报表项目的 也就是说我要用资产处置收益 这个报表项目来进行核算的 所以这个母公司啊 它会产生一个资产处置 收益 那假设啊 我是 这个机器设备啊 我的 我的原价 也就是我的账面价值 是1000 然后呢 我卖了 1200 卖了1200 那么我的资产处置收益 是不是200啊 200 那如果这个母公司啊 是正常的出售 转让这个固定资产的话 我们是不是用资产处置 损益这个会计科目 来进行核算来掉 那如果说 是这个固定资产 报废了 然后是自然灾害的一些影响啊 让它这个不能使用了 那么我们是走营业外收支的 是吧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 那我们这里 为什么要用资产处置收益呢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 出售转让的一个过程 所以要通过资产处置收益 这个报表项目 来进行核算的 好了 这个200的资产处置收益 在母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账上 会提现出来 然后到了子公司这里 它会形成一个固定资产吧 对吧 那么形成这个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入账的价值是定多少 它以多少钱买的 1200啊 是吧 所以这个固定资产 在子公司的账上是1200 1200 好了 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啊 在集团层面 也就是母家子 这个集团层面 在合并报表这个层面 我认可谁 我认可的是什么 我认可的是 这个固定资产 价值是多少 永远是我最初的一个价值 1000 我认不认你这1200的一个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必然不认 我平白无故增加了200的价值 在母和子组成的这个企业集团 它是不认可的 他认得固定资产永远是1000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抵消啊 怎么抵 你的这个资产储置收益 我是不认可的 这是内部的一个交易 损业 资产储置 收益低调 200 代方呢 你的固定资产 你照片下的是1200啊 我现在你把这个报表拿过来 你把你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拿过来 是不是显示1200啊 那我只认1000啊 所以我的固定资产 要抵掉200 抵掉200 那么这个200就是我们讲的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收益 未实现的内部交易销售收益 好 那么我们的内部销售的一个抵消啊 它的分路就应该是借资产储置收益 代固定资产原价 这里加了一个原价 是为了和下面累计折旧 进行一个区分 进行一个区分啊 要不然它分不开 如果你考试的时候啊 没有把握写原价和累计折旧啊 你就直接写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因为固定资产是一个永远不会错的报表项目 但是如果你加原价啊 加累计折旧啊 可能你自己都加晕了 对不对 那我们我们教材当中啊 它为了区分原价和累计折旧 它的呃 它的折旧后边直接用的是累计折旧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啊 就迷惑你了 因为累计折旧 它毕竟是一个背底科目 它不是一个报表项目 所以我建议大家 还是不要用教材当中的这种方式 因为它是为了要区分嘛 所以大家还是继续用这种固定资产 来做报表项目 好了 这是第一块啊 然后我们再来想一下 第二种情况 如果我是将一个产品 产品卖给子公司 这个产品啊 我卖的时候 我肯定要确认收入 是吧 营业收入一千两百万 然后呢 营业成本 一千万 是这样吧 那么在报表 合并报表层面 我认可的是什么 我认可的还是固定资产 应该是一千万吧 你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我认可吗 不认可 所以要把它抵掉 怎么抵 写在这吧 营业收入把它充掉 一千二 贷 营业成本一千 然后是固定资产 二百 是这样吧 所以就会产生这笔分路啊 如果是存货变成固定资产的话 借营业收入 贷营业成本 固定资产原价 这个能理解吧 好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如果说是第一种情况 这是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的话 在我们子公司个别报表层面 我要对这个固定资产继续折旧 是吧 继续折旧 那假设说 假设说 我母公司到子公司 销售这个机器设备啊 假设是6月30号 6月30号 在22年 6月30号 这一天发生了一个转让 转让 那么子公司 它应该在22年的时候 我说22年的时候 它应该记提多少折旧呢 假设这个固定资产 上课使用年限是10年 那么1200去除以10 还要再除以2 对不对 也就是说是60 是我22年应该提的一个折旧 那么我们在集团层面 在母公司和子公司组成的 这个合并报表上 我们认的折旧应该是多少 你想想 它认的固定资产是多少 1000呢 所以它认为你应该提多少折旧 1000去除业 10 再除以2 是这样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固定资产是什么 从取得的下个月 开始集体折旧 也就是说 它要从7月开始集体折旧吧 这是一个真正的买卖 所以要 在这个子公司的话 它应该是从 取得的下个月开始提折旧的 所以22年应该是提半年 对不对 好了 那么也就是说 它应该是提50 好 那么 我子公司 个别报表层面 我提的折旧是60 然后我集团层面 我认为你应该提50 那么这个时候啊 你是不是多提了10呀 我应该把你多提的这个折旧 是不是冲回呀 那么假设 这个固定资产啊 它是管理用的 那么我们借 管理费用的是吧 具体折旧 那现在要把它冲回呀 那冲回的话 应该是 代方是管理费用 10 那借方 本来它应该是个 累计折旧冲回 是吧 那现在要 替换成一个报表项目 那就是固定资产呗 是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分路 就抵消 多提的一个折旧 借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 代管理费用 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再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啊 这个子公司 拿到了某公司的 这个机器设备之后 他也是要这样 集体折旧的吧 所以第二种情况 子公司 他在账上 还是G60的一个折旧 那集团层面 他认为 应该提多少折旧啊 依然是50啊 依然是50 所以 怎么样 还是要做这样一个分路啊 也就是说 类型一和类型二 他提折旧的 抵消分路是一模一样的 多提折旧这块 他的抵消分路是一模一样的 有同学说 这个母公司 他不是做一个商品吗 但现在我们是集团层面啊 他已经是一个固定资产了 他已经是一个固定资产了 那如果说这个母公司啊 和子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 他把第二种情况下啊 把这个咱母公司的商品 看作一个固定资产的话 他认可的价值也是1000万了 1000万了 和第一种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他的折旧啊 也是要多 冲回石 冲回石 好了 我们来看一看 连续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的时候 应该如何做 还是一样的做法呗 当期销售的这个分路啊 是这样的 如果连续编制的时候 把上年的数据拿过来 抄一遍 是吧 那如果涉及到损益的 用期初未分分利润来代替啊 就是这么简单 好嘞 刚才我们说了 第一种情况 固定资产 到固定资产 他有两笔分路 第一笔是借资产处置收益 带固定资产原价 是吧 然后第二笔分路是 多提这个折旧吧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带管理费用 如果连续编制的时候 把这一笔分路抄过来 那资产处置收益 要换成期初未分配利润 是吧 第二笔分路抄过来 管理费用要换成 期初未分配利润 那同时 你想想 如果我连续编制的话 我今年 是不是还会有一个 折旧的差异啊 也就是说 我今年还会有一个 十的一个差异 是十吗 不是 是二十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上一次 举的那个例子 它是半年的 如果是一年的 是不是就是二十的一个差异了 二十的一个差异 这个不要搞错了 那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固定资产呀 刚开始我在当期的时候 我的这个固定资产原价 和这个资产处置收益 算出来的这个二百的一个差异 再回去一下啊 换 算出来这个二百的资产处置收益啊 它是我们总的 未实现的那个内部交易损益 换个颜色吧 那也就是说 这个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应该是 总的应该是二百 然后这个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啊 它和存货不一样 存货 它是通过对第三方出售 将这个未实现变成已实现 但是固定资产 它不会出售 所以它实现这个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的方式啊 就是通过折旧 折旧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实现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自然处置损益里面这个二百 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折旧的一个方式啊 慢慢的去实现 慢慢的去实现 那么这就叫做已实现部分 已实现的一个部分 那对于这个题目来讲 对于连续编制的这样的一个分路来讲啊 那么这一块 我给它划分一下啊 这一块叫做 这个值啊 不是二百吧 这个二百叫做 总的未实现 内部交易损益 然后这个十 是我 上年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这个二十 是我本年实现的 内部交易损益 是这样的啊 好了 我们看第二种类型 第二种类型啊 是存货到固定资产是吧 那么这是我们之前编的一个分路啊 那么把它抄过来 抄过来的话 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啊 它都是期初未分分利润呗 那这里啊 你注意了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内部商品交易啊 我们是不是说可以假设它全部卖掉啊 那现在我们是固定资产 它不会卖掉的 所以啊 我们不用假设它全部卖掉 我们直接就这样一个合着 合起来的一个分路就可以了 合起来的一个分路啊 不要把它拆开成两笔 然后这个累计折旧这块 也要把它拿过来 管理费用啊 变成期初未分分利润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本年的一个新的啊 多计题的一个部分 然后这个呢 是我上年的一个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题啊 它是我们的类型一 也就是固定资产 换固定资产 A公司和B公司啊 为假公司控制下的两个子公司 子公司之间 这样的一个内部交易啊 也是需要抵消的 A公司将其净值 为1280的一个固定资产 厂房 以多少元呢 1500万元的价格 变卖给B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那么B 它的固定资产入上价值应该是多少 1500吧 A公司应该内部固定资产交易 实现收益多少 1500减去1280 是不是220啊 劣势与个别的利润表中 我的合并报表 承认你的这个资产处置损益吗 不承认 所以和资产处置收益 这个报表项目 我们要把它消灭掉 B公司以1500万元的金额 将该厂房作为固定资产原值入账 他不告诉你应该也知道啊 并列是于其个别资产负债表之中 我认可你的这个1500万元的固定资产入账价值吗 也不认可 我认可的是 我最初的固定资产价值1280 所以固定资产原价 代方消灭掉220 再来看第二种类型 产品到固定资产 A公司和B公司啊 为假公司控制下的两个子公司 A公司于某一年12月 将自己生产的产品 销售给B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A公司销售这个产品 销售收入啊 确定了1680 销售成本1200 那么也就说 A它会有一个营业收入 1680 营业成本 1200 到B这里是做固定资产的 它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必然是1680 好了 我们的合并账户目标当中 认不认可你的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 不认可 所以要先把它全部给消灭掉 然后呢 1680的固定资产 认可吗 也不认可 我认可的是多少 1200 所以啊 480再把它消灭掉 就行了 这个480 就是我们的未实现的内部收益 内部损益也可以 再来看 27-36 A公司和B公司啊 为假公司控制下的两个子公司 A公司于某一年1月1号 将自己生产的产品销售给B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A公司销售该产品的销售收入啊 是1680 来我们画个图啊 A 销售给它 是B啊 然后就说 是产品 做固定资产 也就是类型二 对吧 那么我会确认一个营业收入 1680 营业成本 1200 那B公司呢 以1680万元的一个价格 作为固定资产 列示在 它的一个资产负债表当中啊 B公司购买的这个固定资产 它是用于公司的行政管理 也就是说 它的折旧 是要进入到管理费用当中去的 是吧 刚才我们讲的那两个题啊 都是没有考虑到折旧 现在我们考虑折旧 这个固定资产啊 属于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不用走在连工程 是吧 当月投入就可以使用 其折旧年限啊 是4年 竞产值为0 为了简化合并处理 假定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在交易当年 我是按12个月记题折旧的 这里一定要注意 这个交易发生在什么时点 1月1号 严格的说来 理论上来说 我B公司新购入一个固定资产 我应该是从下个月开始提折旧吧 也就是说从2月开始提折旧吧 你即使是1月1号交易的 我也要从2月开始提折旧 但是这个题目 他说了啊 我为了简化处理 我就按12个月提了 但是如果考试 没有加这句话的话 你一定要按11个月去提 一定要按理论要求来 听明白了吧 好 那也就是说呀 B公司 他在某一年啊 他提了多少折旧啊 1680去除以4 我们来算一下啊 是420的一个折旧 当年提了420 那我集团层面呢 我A加B这个层面 我认可的这个固定资产的价值 是多少 1200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认为你应该提的折旧是多少 300 但你现在提了多少 420 多了多少 120 要把它冲掉 来 看一下他的一个思路 首先 将内部交易固定资产相关的销售收入 与销售成本 以及原价中包含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 也就是这个480 给它抵掉 这是叫做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本例中 A公司应该内部交易确认销售收入1680 节转成本1200 B公司固定资产原价1680 其中包含了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480 那么就把它抵掉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看折旧这个部分 折旧这个部分 我们刚才说了 一个是420 一个是300 你是不是要做一个120的一个冲回啊 冲回啊 那冲的时候 借你能用累计折旧吗 不行 必须要用固定资产是吧 然后代方 因为它是行政管理用的 寄到管理费用当中去 那如果是销售部门用的 那就销售费用呗 如果是再建工程人员用的呢 那就是再建工程啊 那你一定要注意 它这里可能不是管理费用啊 因为我们教材立体里面 都是管理费用啊 来我们继续往后编一年 继续往后编一年 这个B公司啊 在某二年 其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的原价 是1680 折旧840 这个固定资产净值是840 这个840 这个840是怎么来的 某二年 是过了一年 是吧 它每年提的 刚才我们算出来 是不是420啊 那420乘以2 它是不是提了840啊 两年是不是一共应该提840了 没问题 是吧 那么这个固定资产净值 就是840 为什么 1680减去840 不就是840吗 所以它净值是840了 这个内部交易的固定资产 某二年 既提折旧啊 是420 当然了 它每年就提420了 好了 那我们做一下这个分路啊 首先我们要把前边的看一下啊 这个分路是不是要照抄过来 抄过来 上年的分路都来一遍 是吧 上年的分路 这个分路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涉及到损益的 要用七出未分配利润 是不是啊 七出未分配利润 也就是说 我最终 抄过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借七出未分配利润480 贷 固定资产原价480 是这样吧 这个七出未分配利润 是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 合并的一个结果 480 抄过来了 然后上一期 我还做了一个什么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贷 管理费用 也要把它抄过来 涉及到损益的 这个管理费用 要用七出未分配利润 来代替 是不是 完成了吗 完成了 这是少年抄过来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 本年 本年的话 你想想 我本年 B公司 又提了420的一个折旧 然后我集团层面 还是认为 你应该是300的折旧 也就是说 我还有一个120需要去冲回呀 所以我还要做一个分路 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20 代管理费用120 这是我本年的 这是我上年的 或者叫上期的 这也是我上期的 好了 再来看 刚才是某二年 现在到某三年了 某三年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原价 还是1680啊 折旧变成了1260 这个1260怎么来的 每年420乘以3 是不是1260啊 这个固定资产净值 现在就变成了420 420怎么来的 1680减去1260 不就是420吗 这个内部交易 2020某三年 记忆提折旧为420 也就是当年 他还是提420啊 那么也就是说 我的合并报表层面 我还认为你应该提300 你现在还是提420 那是不是差异还是120啊 所以他永远会有一个借固定资产累计 折旧120带 管理费用120带 本年提出来啊 对吧 因为本年的差异永远在啊 所以要把上年的给抄过来 上年的怎么抄过来 期初未分配利润 这是原价 我们交易的时候 那个内部总的内部交易损益 没有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把它先抄过来啊 然后 大家注意了 我们上一期分的时候啊 有一个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一个期初 微分利润120 然后有一个本年 是不是120 那么 站在某三年这个时点 我某一年和某二年 是不是都是以前期间了 所以我以前期间 应该是一个240 这个240就是我 240就是我这两笔 加起来的数值 都是期初了 所以应该是240 这个能明白吧 那最终你看 我的累计折旧 是不是冲了 240 加上120 360啊 360啊 那么就会把我这个差异啊 给抵平 就变成我集团层面 想要的 我折旧的一个数额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它如果发生了清理 我们应该如何做合并处理呢 也很简单啊 这个固定资产清理啊 它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要么我是期满清理了 比如说我们刚才那个固定资产 大家还记得吧 它使用说明不是四年吗 那假设我到第四年末 我把它清理了 是不是期满正好清理了 然后呢 是超期清理 那假设说四年过去了 我发现 这个机器设备啊 还能用一用 那么我可能又用了两年 那么也就是说 我是用了六年 也可以 我超期清理了 那也还可能是什么 我提前清理 本来呢 它使用说明是四年 然后现在到第三年 我就不用它了 是不是也行啊 好 那么我们分别来看 这三种情况 如何处理 首先第一种是期满清理 就说正好能用四年呗 某四年十二月 这个内部交易的固定资产 使用期满 还是我们之前的一个案例啊 接着来的 这个B公司啊 就于某四年十二月 某一年 某二年 某三年 某四年 正好 是吧 因为我是某一年一月一号取得的 所以啊 某四年十二月 是不是过去了四年呀 正好啊 那么B公司啊 对这个固定资产清理啊 它实现固定资产清理净收益 是十四万 这个清理净收益啊 是怎么来的 你想一想 我们如果说是做固定资产清理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分路啊 我们首先要用到一个什么 固定资产清理这个科目吧 这个固定资产清理 它的代方反映什么 反映 我的固定资产 它会有一个原价 然后呢 会有一个累计折旧 对吧 最终我会把这个价值啊 这个账面价值啊 都截转到固定资产清理当中去 通过固定资产清理来走这个清理流程 那可能呢 我还会收到一些 这个 比如说一些 简单的一些清理的一些收益啊 所以啊 我会有一些 比如说 收到一些钱啊 当然也是通过固定资产清理这个科目咯 比如说 我卖了一点这个 废铜烂铁啊 所以呢 我会有一点这个收益 也是可以的啊 那最终呢 我会把这个固定资产清理啊 这个科目啊 把它转 转到什么 资产处置损益里面去吧 转到固定资产处置损益里面去 那这个固定资产处置损益啊 在这个题目里 它说是14万 啊14万啊 那最终呢 我们会在资产处置收益 这个科目进行一个劣势 对吧 那随着对固定资产的一个清理 固定资产的原价和累计折旧 是不是都转销了 你看 是不是都转到固定资产清理了 然后固定资产清理啊 这个科目 我们是不是都会转到 资产处置损益啊 那你会发现 最终我的固定资产没有了 累计折旧没有了 固定资产清理是不是也没了 最终剩下的综合反映的一个数值 是不是就是这个资产处置损益啊 然后最终劣势在哪里 资产处置收益啊 那么在某四年12月31号 我个别资产负债表固定资产中 是不是就已经没有固定资产进行劣势了 我拿过来你这个子公司的这个报表 B公司这个个别财务报表 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固定资产了 没有这个固定资产展示了 只有一个固定资产处置收益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把前面的这个数据再抓过来 重新抄一遍是吧 那借七出微分为利润还是480 但现在你能不能代方代固定资产了 不行 因为固定资产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他最终都通过我们的 你看到固定资产清理 再到什么资产处置损益 再到什么固定资产收益了 也就是说他最终影响的是资产处置收益 我要把固定资产替代 用资产处置收益来进行一个替代 然后呢 折旧部分 折旧部分啊 我们本来是借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360是吧 然后贷出微分为利润 这个360 是多少 我每年的差异不是120吗 是吧 420减去300的一个差异是120 然后现在是第四年了 七出以前期间不就是三年吗 是不是360啊 那我本期是不是120啊 这个差异 那我现在呢 我的这个借方啊 就不能用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了 因为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是不是也跟着我这个截转程序都已经走掉了 没了 固定资产都没了 这个项目也没了 啊 所以啊 就要用资产处置收益这个科目来代替 然后借方都是用资产处置收益来代替了啊 所以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分路啊 这样的一个分路 那你会发现 你看我代方资产处置收益480 加上我两个借方480 是不是都截平啊 截平了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是超期清理呢 某四年12月31号啊 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使用期满了 这个固定资产仍处于使用之中 B公司未对其进行清理报废 继续使用呗 那么B公司某四年度个别资产付债表 固定资产仍劣势 该固定资产的原价1680 累计折旧是不是都提足了 1680呀 那么在其个别报表利润表 劣势的固定资产当年集体折旧420 那么这个时候 我固定资产是不是未来还要用啊 所以我固定资产这个项目是不是还在啊 那你有没有必要用这个资产处置收益来代替啊 你没有处置它呀 是吧 没有处置它 所以你依然用原来的这个固定资产 你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就行了 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那么第一笔是不是480了 固定资产原价呀 然后后边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折旧了 折旧的话还是用固定资产 累计折旧啊 也可以写一下二级科目 不可以不写也无所谓啊 然后这里是不是也是一个累计折旧啊 这是我们前三年的 某一年某二年和某三年的 这是我们某四年的呀 照常做就行了 照常做就行了 因为我的这个固定资产还在 那再看一个超期清理的啊 现在是某五年了 刚才我们这个超期清理啊 是不是某四年啊 它正好 这个某三年 前面三年 是差异三百六 然后这个是120当年的 那如果是某五年呢 某五年 也就是说我前面这些三百六和一百二 都是以前期间了 对吧 都是以前期间了 那么这个120是不是也要过到七出未分配利润里边去了 那么来看一看啊 这个七出未分配利润固定资产一样的 因为它现在是超期还在使用 固定资产还在啊 所以呢 就是带固定资产就行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刚才说了 把120也要过入到七出未分配利润了 因为现在就是某一某二某三某四的这个差异 都是以前期间了 现在我们是某五年了嘛 所以就是四百八 那你看 七出未分配利润 七出未分配利润和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是不是都是结皮的 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啊 来再来看提前清理 B公司啊 于某三年十二月 对这个内部交易固定资产进行清理处置 在对其清理过程中啊 取得了清理收益啊 二十五万元 你看它是什么时候处置的 某三年十二月 人家本来能用到某四年十二月 你现在某三年十二月 是不是就提前处置了 提前处置的话 对于固定资产 它也是一个正常处置过程啊 我我们也是通过什么 资产处置 损益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的 我说的是科目啊 最终也是要过入到什么 资产处置收益这个报表项目的 通过这个科目 那这个科目是由我们的 刚才我们讲的固定资产 清理 这个科目转过来的 也就是说我的提前清理 和我刚才讲的正好到期清理 它的程序是一样的 都是要把固定资产啦 累积折旧啦 这些有的没的 全部先转到固定资产 清理当中去 再转到资产处置损益 那么你会发现 我整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啊 固定资产也不在了 因为也已经通过 我们的处理程序 到了资产处置损益 最终到了资产处置收益了 所以涉及到固定资产的 这个科目啊 全部要用资产处置收益 再来进行一个替代 再来进行一个替代 因为我们现在是某三年 所以某一年和某二年 一共有两年的一个影响 是吧 所以起初位分别利润这里啊 是240 那么某三年啊 一共有120的一个影响 集结计管理费用 全部是资产处置收益 对不对 资产处置收益 好的 那么这几种情况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比较简单的 那你要记住啊 就是你判断一下 现在固定资产有没有 还有没有在你这个 报表项目里面存在 如果没有的话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处置了啊 或者是到期处置了 那么都是要通过资产处置 收益这个科目来替换 原来涉及到固定资产的 这个项目的啊 就行了啊 如果它是要超期使用的话 固定资产还在 那么就正常的按照固定资产 连续编制合并报表 来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内部交易固定资产啊 它如果说涉及到所得税 那应该如何进行合并处理呢 那大家注意啊 我们现在要分析的一个角度啊 你要切换到集团层面 我们要从集团层面看一看 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账面价值是多少 看看它有没有一个暂时性差异 好了 那么这个账面价值啊 一定是什么 站在我们合并财务报表中 这个固定资产的角度来看 我固定资产为集团内部销售方 不是购货方期末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而这个计税基础 是我集团内部购货方期末按税法规定 确定的一个账面价值 啥意思 给大家举个例子 写在这里啊 比如说我的母公司 还是销售一个固定资产 给我的子公司 那假设我的母公司啊 我卖的时候啊 是卖了一千两百块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的成本啊 是一千 也就是说我会有一个资产处置 收益两百对吧 就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 两百 那么子公司啊 是一千二 它是作为固定资产来进行核算的 是吧 固定资产来进行核算的 那么假设说啊 假设说 我是提一年的一个折旧的啊 一年的一个折旧 然后呢 我这个固定资产能够使用十年 能够使用十年 站在集团层面 现在是集团层面啊 这个母公司和子公司 这个集团层面 我认可的这个固定资产 价值是多少 我认可的这个价值啊 是不是一千万啊 那么 它的折旧 我认可多少 第一年的话 假设我是 刚才 按照我们这个教材 这个思路啊 假设是22年1月1号 我做的一个交易 然后为了简化处理 我是记提了一年的一个折旧啊 那如果说没有简化处理的话 你应该记提十一个月的折旧 是吧 那集团层面 我认为呢 到了22年末 到了22年末 我应该提的一个折旧啊 应该是1000去除以10 100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900是不是我集团层面认为的一个账面价值啊 好了 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啊 这个计税基础是多少 这个计税基础啊 税法 刚才说了 它是认可母公司把这个固定资产卖给子公司的这笔交易的 它是认可的 那税法就认为呢 它是认为你这个固定资产就是在子公司的这个账上 这1200它是承认的 它是承认的 也就是说 我的计税基础应该是1200减据 我应该按1200去提折旧 1200去除以10 那么也就是说1200减据1000 120 应该是1080吧 1080 这个是它的计税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理论讲的 账面价值应该是集团内部销售方 销售方是谁啊 这个母公司吗 是吧 是我销售方吧 我销售方而不是购货方 不是我这子公司吧 期末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我是不是以我母公司 我销售方这边 最初的一个价值1000 作为基数来计算的它的账面价值啊 它的计算基础 计算的一个基础 肯定是我销售方 是吧 销售方 计算的一个基础啊 那我们来看寄税基础 寄税基础 寄税基础我是以谁为基础啊 购买方 对吧 也就是我们理论里面讲到的 它应该是我购货方期末 按税法规定的一个账面价值 因为我税法已经认可 你购货方的这个购货行为了 那么就认可你购货方上面 个别财务保表机的一个价值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会产生一个 暂时性差异啊 暂时性差异 那我看一下啊 是900的一个账面价值 加上一个计税基础 1080 那么它应该产生一个 核底扣暂时性差异吧 核底扣暂时性差异 是多少 1080减去 900 1080减去900 等于180 180的一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这个180啊 在我们合并财务保表当中 合并财务保表当中 要去确认地研所的税资产的 也就是说180乘以25% 等于45 应该确认一个45的地研所得税资产 那做的分路就是 借地研所得税资产45 代所得税费用45 好了 那么它具体的一个思路就是 要分析合并财务保表 站在集团层面上 这个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多少 站在集团层面上 这个固定资产 它的计税基础是多少 那么这个地研所得税资产的 一个期末余额啊 就等于期末合并财务保表中 固定资产可抵扣的暂时性差异 一个余额去乘以所得税税率吧 那如果说是连续编制 合并财务保表呢 连续编制合并财务保表 你要把这个先抄过来 是吧 那所得税费用 你要用期出微分配利润来代替啊 再去确认 我本期应该确认 多少地研所得税资产 或转回啊 还是要先计算一个应有数 应有数 再去倒推 是吧 倒推 那本期期末地研所得税资产的 一个调整金额 它就等于合并财务保表中 地研所得税资产 它的一个期末余额 去减去购国方 个别财务保表中 已确认的地研所得税 期末余额啊 就是我们第一笔分路确认的 要倒计出来一个数 那大家注意 这个暂时性差异 这个金额 如果你做熟了 你就能够看出来 它是一个编制 和平报表时 我抵消的一个 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益的一个数额 就是这个差异的数额 就是差异的一个数额 这个180 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差异 这个差异 就是我们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未实现的一个内部交易损益 本来我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说没有折旧的话 我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是200 后来呢 我通过折旧的一个方式 我实现了20 所以现在我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应该是180 好 我们来看题目 A公司和B公司 均为假公司的子公司 A公司啊 于某一年1月1号 将自己生产的产品 销售给B公司 它作为固定资产使用 好了 产品到固定资产是吗 A公司销售 这个产品的销售收入啊 1680 成本1200 A公司在某一年度利润表中 劣势 该销售收入啊 1680万元 销售成本啊 1200万元 B公司以1680元的价格 那必然呢 它作为固定资产来入账 是吧 B公司购买的这个固定资产 它是用于公司的 注意了 你看我们之前举的例子 是不是都是管理用的 所以这里啊 你的折旧 是不是要走销售费用啊 这里一定不要错了哦 这个固定资产属于 不需要安装的固定资产 当月投入使用 折旧年限四年 预计进产值为零 B公司对这个固定资产 确定的折旧年限 和预计进产值 与税法是一致的 为了简化处理啊 假定这个内部交易 固定资产在交易 当年按12个月去提折旧 是不是也是简化处理啊 因为它也是1月1号 是不是交易的 按理说应该从2月 开始提折旧哦 AB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为25% 来 首先我们要将 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相关的销售收入 与销售成本 及原价中包含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 利润 抵消 是吧 借 营业收入 承认吗 不承认 贷 营业成本 1200 承认吗 不承认 差额 480 就是我们讲的 未实现的内部交易 损益 或者叫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也行 好 然后呢 我们刚才分析出来了 是吧 之前的题目都分析出来了 我的集团 层面 认为你应该提 300的一个折旧 而你的个别报表当中 是不是提了420 所以差异是不是120啊 120 那我会做一个借固定资产120 代销售费用120 现在不是管理费用了啊 是代销售费用120的这样的一个 抵消分路 它抵消的是 我当年具体的一个折旧 和累计折旧中 包含的未实现内部 消息损益的一个金额 是不是把它抵掉啊 好了 那么因为我们编制这个合并财务报表啊 我导致内部交易固定资产 是不是账面价值可能和计税基础之间 会有一个暂时性的一个差异啊 暂时性的差异 那么这个暂时性差异是这样的 B公司这个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是多少 B公司啊 这个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我是不是1680 作为它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我按每年是不是提420的一个折旧去提大 那么得到它的账面价值是1260 那B公司这个固定资产的计税基础呢 1680减去420 是1260 这是B公司啊 这是B公司 他拿到这个固定资产之后 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是相等的 税法是认可的 税法是认可的 他也没有减值 所以啊 计税基础和账面价值是相等的 那么也就说 从B公司的角度来看 它是不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吧 为什么要先分析呢 因为有可能啊 这个B公司 它产生暂时性差异啊 比如说 这个固定资产可能是有减值 是吧 可能有减值 那么它的可收回金额啊 我举个例子啊 可收回金额 假设是1200 那么账面价值是不是高于可收回金额啊 所以它发生了一个减值 它的账面价值现在应该变成1200 那计税基础呢 税法是不是不认可你的这个减值啊 60啊 所以它的计税基础依然是1260啊 那么这个时候 又会产生一个可抵扣代理性差异 它会在B公司这里 先去确认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它会先确认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么 未来B公司和我的母公司 边合并报表的时候 我要把B公司的特别财务报表拿过来 会发现 哎 它已经确认地盐所得税资产了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啊 要把它扣掉 但现在呢因为B它不产生资产性差异 我们直接走下一步去看我合并报表当中 它的计税基础和和这个账面价值就行了 合并报表当中 我确认的这个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啊 应该是900 这个900怎么来的 我只认可 它最初最初的一个价值 1200万是吧 减掉 我按照我资产成本计算的一个折旧 按照我这个方式来计算的折旧 1200除以4应该是300 所以我认为啊 现在价值账面价值应该是900了 这是集团层面 然后合并财务报表中 这个计税基础呢 这个计税基础我永远认的是 我购买方 税法认可购买方的这个购买行为 认可的是1260 1260 这个时候合并财务报表中 固定资产就会产生一个 可抵扣30形差异 多少 360 这个360 去乘以25% 得到90 这个90啊 要去确认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90 带所得税费用90 在合并报表层面去确认出来 这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那刚才如果说啊 我们算出来的这个B公司 它确认了一个地盐所得税资产 假设它已经确认了50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确认40就行了 40就行了 所以我们要综合这些 这些方面来看啊 使你最终最终 合并报表层面 确认的地盐所得税的结果 一定是90就可以了 好 那么我们下面来学习一下 第八节 内部无形资产交易的合并处理 内部无形资产交易啊 它相对于前边讲的 商品交易啦 还有什么债权债务啦 都是比较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开始 刚学了一个固定资产交易 是吧 固定资产交易啊 它比无形资产交易还要难一点 然后无形资产交易啊 它和固定资产又非常像 如果你固定资产交易会了 无形资产交易啊 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看啊 这个无形资产交易 它应该如何处理 我也是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啊 假设母公司 它有一个专利技术 卖给了子公司啊 那母公司这个专利技术啊 是价值1000万的啊 然后它卖给这个子公司啊 卖了1200万 那么也就说 它会产生一个资产处置 收益200万 对不对 资产处置收益200万 因为这个无形资产啊 它和固定资产处置一样 都是要通过资产处置损益 这个科目来核算的是吧 那最终都会影响资产处置收益 这个报表项目啊 它会有一个200万的资产处置收益 那对于子公司来讲呢 子公司它是做无形资产来进行核算的 好了 那无形资产入账价值一定是1200万呗 好了来分析一下啊 那对于这样一个内部交易 也是需要抵消的呀 我们的合并报表 能不能承认你的这个资产处置收益啊 必然是不能承认的 所以我们要从借方资产处置收益 把它给抵掉200万 大家看 我们合并报表层面还不承认什么 你的子公司 把你的个别财务报表拿过来 编合并财务报表的时候 以子公司的个别财务报表上 记载的无形资产是不是1200万 我们合并报表承认吗 不承认 因为我们认可的是对外的一些交易 是吧 那么我们认的是1000万的一个成本 1000万的一个成本 最初的一个成本 那所以说你这个200万多了 所以要把无形资产原价200万给它冲掉 那么这个200万就是我们讲的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未实现的内部销售利润 固定资产是通过折旧的方式 把它未来实现了 那无形资产就通过摊销唄 无形资产就通过摊销啊 那对于这个子公司来讲 它不是1200万的一个入账价值吗 那假设这个专利技术啊 它是使用寿命有限的这种专利技术啊 然后呢 它是分10年 分10年去摊销的 第一年 假设我们满了一年啊 为了简化处理 它满了一年 那么它的摊销年限就是 1200去除以10 是吧 是120 这是我子公司账上 是不是摊销的一个金额啊 然后我合并报表层面 不是说了吗 它只认可 这1000万的一个成本 所以它去除以10 它认为啊 你每年应该是摊销100的 但你现在是不是摊了120啊 那么我需要怎么样 去冲20的一个摊销 那怎么做 借本来是累计摊销的 去冲啊 那现在要替换为报表项目 是不是无形资产啊 那贷如果是管理用的 那么就是管理费用啊 好了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啊 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20 那么无形资产你注意了 固定资产 我们在取得的下个月 开始即折旧 是吧 那无形资产呢 它是取得的 当月就开始摊销哦 所以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它取得的时点 是什么时候 如果连续编制 合并财务报表呢 也简单呀 我先把七初的 这个无形资产原价中 包含的 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给抵掉 也就是说 把我的这个分路 给抄过来 抄过来的时候 资产处置收益 是不是要走七初 未分配利润呢 然后代方无形资产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的第二笔分路 要把它抄过来 那么代方管理费用 是不是也是走七初 未分配利润呢 同时我本期 是不是还会有 多计题的一个摊销啊 如果我一直持续摊销的话 我每年是不是 如果是每年都是 这样的一个差异 二十的话 我本年还会产生 一个二十的一个差异啊 好了 就是和无形资产 和固定资产啊 一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那么来看题目 假公司 是A公司的母公司 假公司 某一年1月8号 向A公司转让了 无形资产一项 转让价格啊 是820万 这个无形资产的 账面成本啊 是700万 A公司购入无形资产后 即投入使用 确定使用年限 是5年 这个他就不用简化处理了 因为我购入的 当月就可以开始摊销了 也就是说 我某一年 肯定是摊了一年 是吧 那么A公司 把这项无形资产 入账了以后 它的价值是多少 一定是820万 作为一个 无形资产的 一个入账价值吧 好了 A公司 某一年 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中 无形资产项目的 金额是656 利润表 管理费用项目中 记着 既有当年 贪销的 这个无形资产的 价值 164万 那么A公司 个别报表当中 你可以算一算 820万 去除业 它使用5年 也就是说 我每年 我每年 摊销的一个金额 应该是164 就是这个价值 是吧 应该是对的 164 每年摊164 那集团 报表层面呢 集团 报表层面 认为 我应该是按照 700 去进行摊销吧 700进行摊销 也就是说 我每年 应该是去摊 140 但你现在是 摊了多少 164 也就是说 差异是多少 24 我每年 要冲回 24的摊销 是这样吧 好 首先 第一笔分落 资产储值收益 我认吗 不认 820 减去700 这个资产储值 收益 我是不认的 要把它从戒方 给它冲掉 带无形资产原价 120 通过这个方式呢 你就可以 让无形资产 在合并报表层面 反映我最初的 一个价值 然后 还要把这个24 刚才我们算出来 这个24的差异 管理费用啊 这个24的一个差异 是不是把它消掉 我们再来看 下一年 某二年12月31号 A公司个别资产负债表中 无形资产的金额是492 为什么 减了两期的摊销呗 不就是492吗 好 同样的 把我们第一笔分落给抄过来 这笔分落永远是不变的 因为我的资产储值收益啊 是去年的啊 以前年度的 所以啊 就应该用七出 未分分利润来替代啊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的差异 是不是又增加了一年 我上一期超过来的数额 这个数额 我的贷方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 七出未分分利润了 24 24啊 那么我本期 本期去冲的 贪销 24 可以是走管理费用 可以走管理费用 是这样吗 这是某二年 简单啊 然后某三年呢 一样的 把它抄过来 第一笔分落 都是把它抄过来 第二笔分落 这个无形资产累积贪销 它是不是影响数 应该是某一年和某二年 两年加起来了 某一年和某二年 在某三年这里 是不是都是以前期间了 所以应该是 24乘以2 是48 那么这个24啊 是我某三年度 新做的一个抵销分落 某四年呢 某四年也是一样啊 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 七初 我累计贪销这块的影响 抵销啊 我应该是某一年 某二年和某三年 也就是说 24乘以3 一共是72的 以前期间的一个影响数 是吧 然后是24 是我们本年某四年 提的一个累计贪销影响数 还是管理费用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无形资产 使用期满了 应该如何做 某五年12元 A公司这个内部交易 无形资产 使用期满了 在其个别资产负债表 已无这个无形资产 贪余的价值了 你不用再去贪了 贪满了 在其个别利润表 管理费用中 仍包含这个无形资产 使用本期贪销额 164万元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具体的一个分路 首先是第一笔 是吧 还是那个120啊 七初未分配利润120 带无形资产原价120 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不一样哦 固定资产 它是走固定资产清理的 无形资产有吗 没有 没有 它没有处置这个过程 所以还是走无形资产原价 然后借方无形资产累计贪销 是不是前边几年的呀 四年的 是吧 四年的 一二三四 这个是某五年的一个影响 做出来就可以了 好 非常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考虑地研所的税的话 应该如何做 课本当中啊 直接就没有讲 无形资产 如果考虑地研所的税啊 应该怎么做 所以改变了一下啊 假公司啊 系A公司的母公司 某一年 1月8号 向A公司啊 转让无形资产一项 那么转让价格是820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啊 是700 就是和以前的这个提杆啊 是一样的 然后A公司购入这个无形资产后啊 他就投入使用了 使用期限啊 是5年 某一年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中 无形资产项目的金额啊 是656 过了一年了呗 也就说 这个A啊 它是以820万的这个价值 作为无形资产入账的 那么一年过去了 820减去820除以5 是不是就是656啊 是这样的吧 好了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首先 这个无形资产 它前面的一个抵消啊 是一模一样的 借资产处置收益 但无形资产原价肯定是要先把它抵掉啊 这是本期嘛 然后本期不是还有一个影响吗 无形资产 价值额的一个摊销啊 包含了一个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 要抵消啊 所以有一个24 抵掉 那么再来看所得税的这个问题啊 这个所得税 大家想想 站在集团的这个层面上来看 它的账面价值应该是多少 集团层面认的这个无形资产 账面价值永远是这个 是吧 这个 以这个为基础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 700去除以 呃 700减去700 除以5 那么也就是 560 是吧 560的一个账面价值 这是集团层面认可的 计税基础呢 说了 计税基础永远看的是购买方 它认可这个价值 税法认可这个价值 也就是656 这个时候啊 产生了一个可抵扣暂时性差异96呗 我们可以去确认 DN所得税资产吧 可以 96 去乘以25% 确认一个DN所得税资产 就可以了 我可以去确认一个购买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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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方法